又一波高能少年团路透来袭 这次杨子又在努力爬高高 粉丝们快伸出双臂 福利和小猴子都接好 今天上午 高能少年团加外包成员杨子 齐齐现身四川传媒学院 录新一期节目 附近同学们连十五倍镜的家底都拿出来 才目击到成员们戴着头盔爬高高的一幕 虽然隔着800米 所长依旧感受到了站在山下的杨子内心的紧张 而穿上校服的小鲜肉小鲜花 在校园里完全没有威和感 自带耀眼光芒 让同学们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根本停不下来 正努力跳操的张一山本人 肯定是没听见了 还是先问问粉丝们答不答应这事吧 还有同样在跳操的杨子 这兔子蹦也是自带喜感 然而私下里的杨子妹子 明明是一枚柔韧高手 慢动作版铁门槛 也是真技术活 视频里的杨子身材也是很接地气啦 运动量这么大的小猴子 为啥瘦不下来 这个问题也是很直击灵魂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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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